你的光 是我胶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 是我胶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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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使徒行传》这个单元 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关于《使徒行传》的最后的一集 也是完结篇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使徒行传》第28章 那么到了这里《使徒行传》可以说已经到了尾声了 但是我们还有几件事我们要交代一下 我们上一次讲到保罗他最后终于遇到传难了 那么是路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传难的经过 所以有的人觉得非常的惊讶 路加也是会不会是海上的一生 是随传的一生 否则他怎么会把整个路程讲得那么清楚 那么尤其是有航海经验的人 他们觉得这里路加所用的术语 很多根本都是专家的术语 所以这是不平凡的一件事 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路加的确实第一流的历史学家 他可以说亲自的目击着他看见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发生 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保罗在他日证当中是事业最高峰的时候 然后在以弗所他说他要往罗马去看看 然后是路加告诉我们最后我们是这样的来到罗马 那么这里面就经过了许多的波折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 那么主真的听他祷告 不过听他祷告的时候刚好是他被监禁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人要威胁他的性命 有的人要谋杀他 但是主安慰他 说是你可 主听了你祷告 你要在罗马做见证 但是呢 真正的这是可能的话 在环境来说 匪斯都代表罗马的政府 因为他是罗马巡夫 就是说你要上高于盖撒 你可以上盖撒去 所以一路上一路上就慢慢的你看见 一步一步的保罗就往罗马走 但是呢 等到他们在船上飘来飘去 他们说我们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 那现在还有戏唱吗 到这个时候你还想到罗马吗 所以你看见说不管风浪多大 我们看见神有他的美意 在这个时候神安慰保罗说 你要站在盖撒的面前 所以在人来看现在已经是没有 在人来看已经三穷水晶 在来人看 你看现在你应该要 随波逐流而去 因为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嘛 但是神说话了 你看见神还是要把福音 还是借着保罗送到哪里去 送到罗马去 所以在送到罗马去以前 你看很辛苦 罗马去以前 你看保罗经过海南 到一个地步 你看人觉得连得救的指望都没有 那么如果要到罗马 怎么会要到海底去呢 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借着保罗 借着保罗去安慰同船的人 他们命一个都不会丧命 不过呢 他们要失丧这个船 所以最后你看他们人是得救了 但是呢 这个船失丧了 所以这是他们的结局 那么他们遇见船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马尔塔 那么我们如果今天稍微懂得一点马尔塔 我觉得我们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从这里得着一点 得着一点的教训 我们也能得着一些的安慰 就是从表面上来看 为什么保罗遇见这个船难 还有啊 他可以漂到任何的岛 为什么当初不漂到北非 如果漂到北非的话 福音就送到亚历山大那一带 又送到那个加太基那一带去了 为什么不这样做 为什么这个福音要飘飘飘到一个小岛 而今天呢 我们知道马尔塔岛比台湾还要小 根本在地图上看都看不见 所以为什么保罗呢 要在这个马尔塔上 马尔塔上遇见船难 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到马尔塔 你会发现三件事情 第一 今天的马尔塔岛果然是被福音化了 虽然大部分都是天主教 但是起码他们都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 他们也愿意先相信耶稣基督做救助 所以今天有人说 天主教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马尔 一个是 翻提纲国 还有一个就是马尔塔 那可以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通通是天主教 所以我们看见 因着保罗那一次去了马尔塔 你可以看得出来 福音的种子种下去 那个岛长不是他建筑布白流吗 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 福音就松开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 那一次的确借着保罗 把福音送到那里去 不过今天你记得 这个马尔塔还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马尔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根据考古学家 马尔塔所找出来的古迹 可以说马尔塔是考古学家的天堂 因为在那里所发现的 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那么在马尔塔 他们有什么发现 就发现说 今天全人类留下的古迹 我们就以为最古老的是什么 是万里长城 其实不是很老 那么还有呢 最古老的应该像什么 像什么呢 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 但是你到了马尔塔 你发现说 有一些的古迹 是比金字塔还要早的 有一些的古迹呢 你真的追回去 是比皇帝 中国的皇帝还要早的 那么然后考古学家就追 说这些那么奇怪 这些人呢 留下了这些古迹 但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很明显最早最早 这些人不是希腊人 也不是后来的这些 这些人都不是 所以对考古学家来讲 是一个谜 但对基督徒来讲 如果我们懂得圣经 的话我们就知道 那个时候呢 那个在洪水以前 洪水以前呢 那么有可能 这些人很可能是什么呢 是这个该引他们的后卫 因为他们不是后来 也拜了假神吗 等等等等 所以很可能 这个建筑是该引 后卫他们留下来的 所以如果是真词的话 那么马尔他呢 是见证说 你看这个神 怎样的用洪水 灭了那个时候 而且你看见 这个该引他们 怎样的远离神 所以很可能 这个古迹留下来 难怪考古学家 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 那这是一点 那第二点 我们知道说马尔他 到今天如果大家去看的话 马尔他有好几个城 都是有很多的古堡 而且都是 好几百年的历史 所以现在很多 今天很多的电影 都是在那里拍的 因为那个都是 一座一座真实的古城 到现在还保留的非常好 而且风景非常的美丽 那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 这个马尔他呢 是有一般的武士 我们普通说 武士都是罗马帝国的武士 这一般不是 这一般是罗马教 罗马天主教的武士 那么这些人怎么是武士呢 他们原来是修士 那么这些修士呢 在这个 在什么呢 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Crusaders 就是所谓的 这个狮子军的时候 他们最早呢 是要去保护那些朝圣的人 然后呢 这些修士 他们要想 给他们有医疗的服务 那么所以这些人 他们完全为了这些人 帮助他们 只要到那去朝圣 你如果生病了 他们会义务的医疗 所以实在非常感人 他们的的确确是 像撒马里亚人一样 但是后来呢 因为局势越来越紧张 很多的基督徒就被暗杀了 很多基督徒就失去了他们 就就就就就被暗杀了 这些 所以呢 后来他们觉得 我们应该武装起来 我们要保护这些基督徒 所以慢慢慢慢 这些人就变成武士 他们因为武装的缘故 就变成武士了 那不过呢 因为他们又是这个 又是修士 所以他们一定有个order 那么这个order是什么order 他们叫St. John's 所以这些武士呢 他们成为圣约翰的武士 那么等到后来 十字军的时候 慢慢慢慢 他们武装起来 结果他们变成最会 最会打仗的一般的人 所以呢 后来对于回教世界 是一个很大的 变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么最后呢 我们知道自从 撒拉丁 那么就是回教 很有名的将军 那把耶路撒拉拿下来以后 那么这些 这些武士呢 他们就撤退到塞浦路斯岛 就是撤退到居比鲁岛岛 那到了居比鲁岛岛呢 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然后发展海军 所谓的海军 所以呢 慢慢慢慢在整个 奥特曼帝国的 这个版图里面 他们好像变成海盗一样 那但是 但是这一般人呢 他们觉得他们有义务 就是所以他们在 他们的势力在海上 所以最后呢 他们就和 就和这个 什么呢 就和这个奥特曼的帝国 他们就正面冲突起来 那最后呢 那么他们几乎打了败仗 所以最后他们给他个条件 好 你们可以安全地撤退 你们只要离开塞浦路斯岛就好 那么无论到哪里都可以 所以最后他们撤退到哪里 撤退到 马尔塔岛 那是很小的岛 谁会想到要住在马尔塔岛呢 那么结果他们就在那里 就把他 这个把他这个盖 这个城呢 就把他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像古堡一样 那么万一有一天呢 这个这些奥特曼的人 要对付他们的话 他们可以还击的 那结果后来发现 果然最后来了 来了他们四万的军队 要把马尔塔拿下 不过那次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在背后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奥特曼帝国的版图 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版图 那个西罗马他拿不下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根本到时候就拿不下来 而所有的福音的种子 都是在西罗马帝国 这方面撒的 所以今天我们能听见福音 都是在西罗马帝国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 他们把西罗马拿下来的话 那么那么整个整个福音 能够能够达到地方 就通通没有了 所以那次呢 很紧张 如果他们把马尔塔拿下来的话 那么下面一个计划 就是把西西调拿下来 西西调拿下来呢 就是把罗马拿下来 那么西罗马帝国的范围 原来的范围就通通拿下来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么今天的局面 是另外一个局面 所以我们知道说 很稀奇的 那一次因着这个马尔塔 他们只有几百个修士啊 结果后来他们武装起来 就一万人 这一万人有的是拿出头 有的人根本都不是正规军队 结果居然能把四万的正规军 把他们下退了 那么因着这个由于 他们一撤退以后 他们就放弃了西西里 也就放弃了罗马 所以整个的欧洲到今天 都感谢马尔塔 因着马尔塔人的勇敢 善战 结果不光是保住了马尔塔 也保住了整个的欧洲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就是谁会想到保罗传难的地方 结果呢 好像有一个岛 这个岛呢 结果在环境上的安排 最后能够守住 整个的西罗马帝国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 叫福音的种子 你有自由的 能散播在这个世界 所以一直到今天 我们就听见福音了 我们就得着 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 实在是超乎人所想象的 所以现在我们能想回过头去看 保罗如果他还活着的 如果今天他能够看见 整个事情的发展的话 他现在才知道说 当时他遇见传难 他不会解释 他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是感谢神 现在他能够解释的 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有的事情需要经过几千年以后 像今天我们回过头看 我们就知道神做的实在是奇妙 那不止这样 当保罗在最后两年 可以说最后两年在罗马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就在监狱里面 他就写了四封的书信 尤其是以福所书跟罗马 都跟哥罗西书 那他自己以为起头 他不能传福音 结果就在最紧要的关口 就在监狼里面 你看神开启他的眼睛 结果他就写了四封书信 那么写给当时已经成熟的几个教会 那么当他写以福所书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那现在他明白 为什么当初他的手被监禁 如果他不被监禁的话 那么很危险 那个时候很可能福音就被误会 很可能教会又变成什么 犹太教的一支人 那现在他明白过来 这个好酒 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皮带里 犹太教不过是旧皮带 所以最后一定要炸掉 最后甚至于连圣殿一块石头 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所以感谢主 主在安提亚所做的 后来圣灵所做的 乃是教会 乃是基督的身体 他是个器皿 这个器皿能够成装元首的丰富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保罗现在才明白过来 他所以受监禁 是为主全教会的缘故 现在我们不会误会了 现在你看见说教会 虽然在教会历史里面 你看见几乎由教会犹太教化了 你看见他们认为说 拨饼的桌子变成祭坛 那么饼和杯变成祭物 那么这个 祝福饼杯的人变成祭祀 那么现在呢 所在的地方就变成圣殿跟支圣所 所以犹太教又在教会里面复活了 所以这个永远是教会的难处 但是感谢是保罗告诉我们说 犹太教是犹太教 教会是教会 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 犹太教最大的梦是征服全世界 弥赛亚国是全世界 但是主给我们看见说 教会投在天上 身体在地上 他是个宇宙的人 所以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 所以感谢神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的话 那你看见说保罗自己软弱是小事 但是教会迷失的道路 那才是大事 所以感谢主 今天我们得到这么大的帮助 因为保罗更上一层楼 现在他能把丰富属灵的东西 他因为他自己成熟了 他也把那个成熟的生命 和所看见的异象 就分给那个时候的 以弗所教会或者哥罗西教会 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 我们知道说这个使徒行转 就等于告了一段落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 那么是不是保罗 两个手背接近还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但是感谢主 他一直提到那个锁链 那个锁链是叫他失去自由 那个锁链叫他呢 和别的一个兵丁连在一起 他们这个兵丁是皇家的卫队 他们呢是御营军 所以他们大概每三 每八个钟头换一批 或者每六个钟头换一批 那么起头呢 保罗也许非常的欲足 保罗也许觉得非常的这个沮丧 那么现在他两个手能做什么 他的手被锁链牵住 另外一头他失去自由 慢慢慢慢他发现说 这个锁链叫他失去自由 也叫对方失去自由 所以现在他开始传兵 传兵的传 一半对方不能跑掉 你看许多说对方不要信主 要走的 结果你看对方跑也跑不掉 在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他们不喜欢听 还得要听 你看见吗 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 就借着这个来把福音 送给这个 送给这个 送给他们 所以稀奇的很 你看见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是慢慢慢慢的保罗 看见这个 看见这个锁链的用处了 一面叫他失去自由 另一面叫听话的人 也失去自由 所以你看他怎么样挣扎 保罗现在凭着他的金口 凭着圣灵的工作 那对方非得就不可 那这样传福音有效吗 一对一传福音有效吗 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几位弟兄在一起讨论 说我们将来如果传福音 大了以后 我们哪一个行业传福音最有果效 结果我们讨论的结果认为说 我们最好开个理发店 替别人 这个替头替一半的时候 对他传媒 他跑也跑不掉的 那当然这只是说笑话 那你想想看保罗圣灵 怎么会帮保罗安排 这么样的一个好的环境 叫保罗做什么事呢 叫保罗 能够一个对一个的 把福音送给 这个送给什么 送给这个罗马宫廷里面的 皇家的围队 结果很稀奇 他们一个一个蒙恩得救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个蒙恩得救了 等到你读到斐利比书最后面的时候 保罗请安的时候 他怎么请安呢 他说凯撒一家 该撒一家的人问候你们安 该撒一家什么 该撒一家就是皇宫里面 那皇宫里面怎么会有基督徒呢 那多半就是你看 这些人本来就是皇宫里面的卫队 那现在一个一个蒙恩得救了 所以现在怎么样 变成该撒一家的人都问候你们安 所以等到保罗写信给斐利比教会的时候 那安慰斐利比的教会 当初保罗在斐利比坐监牢 现在他能安慰他们 给他们看就是 现在保罗所以带着锁链 是为着基督的缘故 所以更是叫福音能够管传 尤其在御营全军 大家都知道到底保罗是为着什么 带上他的锁链 所以你看见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是这样的把福音送出去的 他是这样的把福音送到 这个送到这个可以说送到敌人的巢穴 可以说送到心脏地带的心脏地带 罗马是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 罗马皇宫又是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 那里居然有人问候菲律比教会案 你看见保罗虽然守备监禁 好像中风什么事都不能做 但是呢感谢主 这个锁链好像把他拘禁起来的 反而不知道救了多少的人 你觉得稀不稀奇 神的道路真是高过人的道路 所以你说这个缘故 你看不知不觉的 他就把福音送到罗马 特别是送到皇宫里面去 那么好了 这个皇宫里面最大的谁呢 是盖撒 你虽然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很清楚 那个两年之内 保罗应该是到了罗马 有的时候可能就站在皇帝的面前 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罗马飞溪去的话 你看见有一块地方 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当时这个Julia的 那个大会堂所在 那个应该就是保罗所站的地方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 由罗马飞溪 你大概可以知道保罗是在那里 站在凯撒里面前做见证 所以稀奇的很 详细的情形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道路 永远高过人的道路 我们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形底下 保罗还能一展他的身手吗 保罗如果自由身 才能把希腊的这个整个所到的地方 把他福音化了 但是现在保罗在这种情形底下 他能够传福音吗 他还是个有用的人吗 结果圣灵好像让他 圣灵给我们看见 他好像是毛毛虫 最后变成茧了 你看见吗 那么失去他的自由了 但是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以后 变成一只蝴蝶 现在呢 圣灵让他带他更上一层楼 能够能 结果把他带到天上 他看见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这就是一副所述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的境界 这个时候是一个更高更高的境界 那不光如此 当他自己成熟的 得要带领教会成熟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 他最后写信安慰菲利比的教会 他说你们要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为什么 因为现在保罗学习了一个秘诀 他希望欢欢喜到罗马去 结果呢 他悠悠愁愁地去 监牢的石头叫他欢喜不起来 但是感谢主 等一等慢慢的 主对他说话了 他就会像 谁呢 就会像这个盖恩夫人一样 他盖恩夫人怎么说呢 他说他觉得监牢的每一块石头 都像宝石一样 所以现在保罗慢慢的眼睛被开启了 他才看见说神的道路 永远高过人的道路 虽然他失去自由 但是就在罗马的监狱 他能看见能学习 每一块的石头都是宝石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喜乐起来了 现在他发现他喜乐的原因 是从身处来的 这个喜乐是个更深的喜乐 不是从外面来 不是从环境来的 不是因为南风吹来了 他能喜乐 不是 现在吹来的是北风 他仍旧能够喜乐 那这个喜乐是什么 这个喜乐是更深的喜乐 所以他在保罗与监利里面写了四封的属性 最高的两封是罗马 是以夫所书跟哥罗西书 这是其实最高的 而且那么现在呢 斐利比书是全本圣经里面 讲到属灵的基因里最深的一诀 所以保罗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现在他找到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 在最不可能喜乐的时候 他能够喜乐 感谢神 就是这样的一个喜乐 叫保罗能够写信给斐利比教会说 你们要喜乐 这个喜乐是深处的喜乐 所以不止他自己更深了 他也带领以夫所的 斐利比的教会也更深了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 现在你回过他来看保罗的经历的话 你发现说 你发现等他寻道以前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焦殿的时候到了 什么叫焦殿的时候到了 就是焦殿就是酒祭的时候 什么叫做酒祭呢 就是古时候 这个祭司们献祭的时候 献凡祭的时候 要把葡萄酒要倒在上面 那葡萄酒成熟的时候 最后是一粒的葡萄 经过酒榨压出酒来 结果呢 你看见这个葡萄破碎了 结果酒供应出去了 所以这个生命是个倾倒的生命 那么传难什么意思 传难就是说 你自己蒙保守 但是你外面整个人被剥夺了 破碎了 所以倾倒的生命 是来自于破碎的生命 就像尼托生曾经有一首诗歌说的 神啊你正在拆回我的建筑 我眼中有泪珠 看不清你的脸面 现在我不求别的 我只求你把剥夺的手给我 这就是保罗当初所经过的 最后保罗经过传难的时候 你看见保罗好像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生命乃是倒出来的生命 是根据破碎的生命 但是破碎的生命呢 是根据成熟的生命 乃是葡萄成熟的时候 然后才经过压榨的 感谢神 所以保罗经过 第一个十一年 第二个十一年 第三个十一年 从孩童到少年到成熟 但是最后保罗最有用的时候 觉得好像不能够再上一层楼了 最后根本他日正当中的时候 但是没有想到神让他更成熟了 为了把教会带来更成熟 所以感谢神 当保罗说 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现在有公义的光棉为我存留 他说我教殿的时候到了 现在当我寻到的时候 就是把主在我一生所做的 像那个葡萄酒一样 葡萄怎样的 经过压榨变成酒 现在倒出来了 所以保罗为什么有用呢 因为他的生命是倾倒的生命 教会怎么得到帮助呢 教会的生命也是倾倒的生命 所以寻到教寻到的血 那是教会的种子 那是倾倒的生命 根据破碎的生命 根据传难的生命 传毁损了 外面都剥夺尽尽 但是感谢神 死在我们身上 生却在别人身上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 在使徒形状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不光是圣灵 在第一段工作教会怎么诞生 第二段工作教会怎么成长 最后怎么长成 这个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故事 我们感谢神 教会怎么从诞生到成长 一直到长成 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一直二十八章给我们看 教会最辉煌的这段历史 好 我想我们到现在 我们已经完成这一系列的研究 就是使徒行传 谢谢大家 祇圣灵 也和华的山 能向我们生一点 祂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它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